好,大家好 我是Tmunk,然後現在這邊畫面應該大家都看得到這樣子 所以 我主要要分享的就是兩張照片 在 這邊 第一張照片呢是 第一張照片就是我今天主要在旁邊的時候都在一直在操作OBS的那個直播台 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畫面其實就是有很多可以選擇可以控制的東西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這張照片下面就是 我的那個螢幕下面有很多個那個 便利貼 那這些便利貼就是在 提醒自己說控制的時候要記得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就是很多if else 所以如果你也是在寫程式朋友你就知道說 我就是當什麼時候發生的時候當我們現在要成果報告的時候畫面要轉到哪裡去然後那個時候要幹嘛 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們在禮拜四的時候啊 就是先演練了一次 我還記得禮拜四那次的演練非常恐怖 就是一團亂 就是說 我那邊有聽到聲音 可是我沒有聽到 那你那邊呢 然後你就會覺得瘋狂 就大家都在不同的時間段講不同時間段發生的事情 然後就沒有sync 這樣子 然後我禮拜四那天就很崩潰想說 應該會爆炸 然後不過禮拜五的時候突然變得很好 就是大家就開始知道說要在哪 現在到底要sync的是哪個時間點 然後我們 想要呈現給 觀眾看到直播樣式到底是什麼樣子 其實就跟打棒球 打棒球你就是那一局打完然後最後就會播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那些導播就是很快的把東西全部剪輯在一起 所以他們其實經過一個 彩排知道說到底什麼畫面要出來什麼時候不要出來 所以 如果只要你夠熟練 然後你的 其實你就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操作 這樣子 所以這個 很鼓勵大家去學習 所以這個也是 這張也是現場的照片 那你 這次的直播就剛好也實現了我們 GNV的一個 想法 GNV的想法就是多中心 一個概念就是多中心 所以我們現在這次有很多的實體 可能在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還有雲端的 雲端的直播大台 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那 這張照片後面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 乙傑 Joson的乙傑 他也會在後面的時候幫大家就是提醒 講者時間剩多少 然後可是其實我們默默沒有把這個聲音播出來 所以也是很感謝乙傑就是 在後面一直幫忙做Cue人的動作 這樣子 對 那所以 其實認證來講的話像這張圖片上面看到這麼複雜的版面 其實OBS的 技巧並不是這麼的困難 其實你認證來講的話 現在你的手機只要夠好也可以做直播動作這樣子 那我剛好在 看到那個 前面的時候看到有一位 觀眾叫凌凌 在那個YouTube頻道上面講說很開心 就是他可以一邊帶小孩一邊看 大宋的直播這樣子 我覺得這還不錯就是 就是可以再多收集到這大家的collective worker 這樣就是你不論你現在是 處於什麼工作崗位 處於什麼身份角色 你都可以多有一個機會可以去參與跟貢獻 這直播一個可以實現的一件事情 不一定要一定要來 實體大宗的介面這樣 那最後的話我要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在 願景工程有一篇報導 在講外籍移工的直播 那 就是他們 就突然發現說外籍移工 就是有很多人都在直播 在台灣的外籍人工很多人都在直播 那他們都在直播什麼 他們都直播給 直播給他們的家人看 那為什麼都要做這樣子的動作 主要就是要去跟 自己原有的朋友圈跟家人做聯繫 然後跟他們分享說 我在台灣 工作 我過得好好的這樣子 然後這次也看到很多大家 各個坑的坑竹 然後分享他們的project這樣子 然後在 然後還有日本的朋友跟韓國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也有事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是 在各自 帶的地方過得好好的 然後hacking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 很棒的一個idea 就是說 我在這邊過得好好的 跟大家知道說我們都過得好好的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一邊做貢獻 跟分享給這個其他世界的人 我們的心理這樣子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